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以协助我们在制作隐形牙套的部分 或者是在做数位化假牙的时候做得更精准 随着口腔医学的发展 医师团队积极学习并引进先进医疗技术及设备 如牙科显微镜 超音波多功能仪等设备 让困难的根管治疗 牙齿厌妇设计更精准细致 生长因子再生技术 使困难的全口重建 直牙及牙周手术效果更佳 愈后更优良 那我们有多样化的直牙器械 引进水牙式的鼻痘增高素 让病患在做鼻痘增高的时候 会得到一个比较舒缓的效果 我从小就是看牙医为胃图 年纪有了以后 整口牙齿就好像断圆残壁 主角非常的不方便 因此不得不求诊牙医门诊 怀者紧张不安的心 坐上了诊疗椅 开始跟他讨论疗程 听完之后就决定 相信科医师的专业 到现在九颗直牙都已整建完成 牙齿感觉是扎实有劲 不再是空洞无力了 改变了我对牙医的观念 除了拥有一口健康的牙齿之外 人们也越来越重视牙齿的门面与美观 光远牙医诊所 因此引进了时下最先进的 数位微笑设计 为人们重拾美丽的笑容 如果牙齿的问题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些外染的问题 我们可以经由抛光 喷纱跟美白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比较均直的牙齿 但是如果问题比较严重一点点 它是因为缺牙或者是断裂的牙齿 那我们可能就要经过一些 比较细致的填补 贴片或者是用假牙的方式 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如果它是一些拥挤的问题 或者是牙缝开掉了 或者是有些小虎牙的状况的话 这时候可能就要经由牙齿矫正的部分 来达到一个均直的效果 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微笑曲线 当患者出现齿裂不齐的症状时 需要进行牙齿矫正 矫正常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是我们熟知的传统矫正 常用在治疗严重咬合不振 牙齿移动量较大等案例 而另一种是时下越来越多人使用的 隐形透明牙套 与数位化结合 让患者循序渐进地 佩戴不同的透明牙套 利用数位化设计过的牙齿移动 将牙齿排列整齐 隐形透明牙套这块呢 是目前大家最有兴趣的 那隐形透明牙套它有几个优点 第一它是一个透明可拆的装置 第二部分呢 它因为可以拿下来 所以它非常容易清洁 当然就可以降低它的蛀牙率 第三的部分的话呢 因为力学上经过控制 所以它减少很多疼痛的不适感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是非常喜爱的 虽然隐形矫正它的起程比较长 但相对于生活方面会比较方便 效果也很显著 在矫正第七八个月的时候 就可以明显感受到 它排列整齐 看到越来越整齐的牙齿 真的很开心 当初所做的决定是对的 在地生根三十年 秉持着高品质 多元多专科的专业精神 光远牙医诊所 将持续提供一个永续经营 高品质的口腔医疗环境 希望前来的民众们 都能自信地展露笑颜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